回转一下 然后物件就选它 选它之后的话 空白键 轴的话它要以那个 轴的起点 它要是以X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直接以哪一个为轴 直接也可以输入 或者你可以用选的 选这个X轴也可以 或者直接以X轴当X Enter OK Excel 然后输入那个回转的角度 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圈圈 它做出来应该需要一个盘子 OK 这里画3D之前还是要2D 要自己会 会先画一些简单 因为这个算是简单的图 如果你2D画出来 你要怎么怎么变 其实就很简单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轮廓 你轮廓画好之后 你就可以长出那个样子 所以刚刚那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那个UCS的位置很重要 所以呢 我原来习惯是这样 这个按一个空白键 那直接用点的就好 不然UCS跑这边来 应该是点这边 如果你要点的话 因为它转的话 中心的轴 我要自己指定 以这个当成端点 以这个当成轴 然后往这个X方向拉一下 那拉多长都没关系 只要在这个线上面 这个X轴上面就可以了 点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盘子就转出来了 那300 如果你要刚刚有一个盘子的话 你就360 直接按Enter就好了 这样的话 就一个盘子出来 如果说你今天不要画这个盘子 另外请你再复制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再练习一下 你可以怎么样 如果说你不要用那个X轴 你用Y轴 比如说我刚刚是从这边到这边 我换一个方向 换成Y轴